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藍笑如 感謝收看今天的宜蘭新聞 最後首先要帶你來看的是 仁氏布達的消息 這是宜蘭縣政府今天舉辦的 農業處、公理處、計畫處、勞工處 還有建設處、一級主管的布達 還有宣誓典禮 市長林初賢強調 仁氏整體的安排 是為了提升施政的效力 新春之後期望能夠交出亮麗的成績單 新任工商旅遊處長陳常偉 建設處長林國民 計畫處長李東如 勞工處長劉富美 農業處長陳德新宣讀就職誓詞 正式上任 對於團隊新人士佈局 縣長林初賢表示 各局處一定要跨部門合作 幫姓民解決問題 希望在新春後能交出亮麗成績單 新的一年 從這樣的一個人事安排 重組以後 我們也希望各位 新任的一級主管、副主管 跟所有的科長跟所有的同仁 我們為新的一年 我們自己也下定決心 對自己有一些期許 對縣民或者是縣政府 托付給各位的工作任務當中 也有一些期許 我相信我們在新春開工以後 在第一季 我們都能夠交出亮麗的成績單 五個處的副處長人士 除了工旅處 還在辦理真補當中 其餘四個處已經就定位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從不到 會議並且在新春 當中 我們在新春 可不到了 您的衛生 丁 記憶 是 細